張偉俊就是本地其中一位環保設計先鋒 直到今天他依然在鑽研如何運用不同的環保物料 來設計有趣的產品 每個週末 Kevin都會在社區幫忙做回收 除了為環保 亦是一個機會向市民推廣環保設計 同時又可以在回收的物品當中獲取設計靈感 其實這個社區的回收活動 其實有很多個層面都能夠做到我做的事 首先我自己做的環保產品 其實無論是介紹或宣傳的時候 都很需要香港普通大眾市民 要有一個高一點的環保意識才會接觸到他們 所以這個街區回收活動 其實就是一個宣傳和教育的作用 另外其實在於做設計師來說 亦都我們製造每一件產品的時候 我們需要考慮無論不同的素材 我們要選用哪一種 以及組裝、拆解的過程 是怎樣去做 才可以想到我們這件產品製造 還有用完的時候 是怎樣才可以優先回收到 那時候我記得十年前 真的沒什麼人知道什麼upcycling 你可能十個客人過來 你可能要解釋十一、十二次 你才大概說 都好啦 但他可能走過來是因為看到 那個膠樽發光 有聲音很有趣的 本身可能他未必知道是環保 有時候試過十年前有一個個案 就是有一個外國人買了喇叭 回公司播放 然後他的下屬看到 就覺得他也想要一個 然後約了出去交收的時候 他一拿起膠樽 他第一個問題問 膠樽又花了 然後是很多這些故事 十年後 反而我再沒有遇到這些奇怪的客人 反而現在有時候都會擺檔的時候 可能十個客人經過 他們有六至七個本身都已經自信 已經在說這些是什麼 可能學校有教過 甚至是自己也有事去做 所以水平是高了很多 不單是個別的客戶 甚至公司方面也會有 多了公司會主動去接觸我 就說他們可能有些CSR的program 又或者其他原因 他們有堆物料 想一個好一點的方法處理 可不可以一起合 這些想法在商界亦是多了 所以其實香港也不是很差 反而